大家好,我是Stan 宇杰色与以光鼠将在全新综艺节目再度相聚 今天,DGN Plus发表将在今年开播 由宇杰色与以光鼠以及苏妞系的优理所主持的综艺节目 该节目会将明星们丢进各式各样的虚拟房间 看谁能坚持最久成为赢家的综艺 而这个节目是由Rennyman,Pamiligataata,Sman等的著名制作人 Choyojin著作 QQQ,EU又聚在一起了 宇杰色也去了DGN Plus啊 以光鼠跟优理也很有趣 所以应该会很不错的 没有公开什么时候开始 等开播了再加入迪士尼Plus吧 宇杰色,以光鼠,加油 啊,还有雨里 下个消息是 3月31号将要开播的女团们的回归战争 Gindle 2 公开了参赛爱豆们的官方海报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PBG VUJU SONIO ETAI SONIO KEEP LOVE PRAIVE GIRLS YORIN QUINNOM第二季的主持人是TAYAN 两组有着故事的PRAIVE GIRLS PPG 压斗性实力的YORIN 只要稍微能扩展一下大中性 就会很红的 意大利索尼 无助索尼 新人Keypler 真的是非常期待Kindle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别家粉丝们也期待 Redweb新专辑的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 Redweb成员们最近在网上的留言 这次的回归歌曲真的很好听 真的真的真的QQ 一听就觉得很好听 嘻嘻 总之真的非常好听 所以希望能多多期待 大家请期待这次的回归 我很期待 已经准备好了 粉丝们现在就开始期待吧 因为在每次回归之前 成员们都只会对粉丝们说 很担心 而不会说其他多余的话 但是这次 Seggy Drew也第三个人 都第一次这么有自信的留言说 歌曲很好听 请大家期待 所以粉丝们 甚至是路人们也都跟着非常期待了 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的自信 上次Syko的作曲家说 正在制作Redweb的歌曲 希望是那首歌 SM家族粉真的在期待中 别家粉丝的我也跟着粉丝们一样的期待中 QQQ 真的是好期待 接下来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改变人气韩国网卖 简单介绍下剧情就是 Kim Sejong饰演的小上班族Shenari 多次代替富二代闺蜜 永测相亲 本来是计划想要以浮夸的 奇怪女人形象 搞砸这个局 帮助闺蜜解脱不愿意的相亲 但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遇上了自己公司的社长Kantemo 而社长不但没有被他吓跑 反而是对他产生了兴趣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先来看一小段 品车讲代替相亲的片段 那马上进行下一阶段 爱品牌爱到疯狂的女人 怎么样 完全反感 请问您在做什么 啊 不好意思 来了业务联系 您说什么了呢 不行了 要来最后一集了 我好难过 嗯 好伤心 像这样不关心我的话 Samantha跟Richie 会非常难过的 Samantha跟Lecher 是的 左边是Samantha 右边是Lecher 事花了巨额一千万的孩子们 第一次遇到这种疯子吧 我真是没心眼 竟然说这些 不会 比起为善说谎话 这样爽快比较好 真的是太好笑了 可可 演技实力太好了 黑暗的搞笑的动作片 都很厉害 疯了 真的是韩国的Emma Stone Amanda跟Lecher 是在搞什么 可可 这影片太好笑了 我被推坑了 要看这部戏了 这部戏有在Netflix播放 所以有兴趣的人 想要简单笑一下的人 推荐大家去看看 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